之前有跟各位提過所謂的函數 如果你不太懂 因為之前也蠻多同學提到 怎麼樣徹底可以學會VBA裡面的函數 因為VBA裡面的函數跟Excel裡面的函數是不一樣的東西 雖然有些名稱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是不同的兩個 算是兩個世界 兩個團隊所設計出來的 所以他們沒有互相溝通 名稱上面他沒有說互相可以用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要使用VBA裡面的函數 其實不外乎啦 你比如Example 你如果不知道 我剛剛講過你可以點下去VBA點 他會給你提示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用 還有一個方法 配合F1 其實F1就是Call Help F1應該大家都有用過 以前不會沒有按F1 他裡面就有跟你講 Islamberg這個函數 他做什麼用的 另外的話 他又有一個相關說明 如果我實在不懂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 這個面格範例 稍微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他裡面會跳出 這個什麼函數的所有的 就是你可以再往前推 函數有哪些函數 他這邊呢就有告訴你 在VBA裡面呢 所有的函數 他會有個列表 也就是這些函數 A ABS開始啦 絕對值 然後等等等等 這麼多啦 那所以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當然你可以怎麼 這慢慢慢慢 如果實在是想要徹底了解的話 就這些啦 但是理論上沒有人沒事 全部從頭看到尾 那大部分是什麼時候碰 就是會用 就是大部分都是用到的時候 再來這邊查詢 查一下 那其實觀念上 雖然說跟Excel的那個函數不一樣 但是很多觀念是相通的啦 反正就要解決某個問題 比如說判斷是不是一個那個數字 那其實像VBA裡面好像 VBA有那函數裡面其實也有 類似的函數 也是一直開頭的函數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要去驗證的話 比如說你只能在程式裡面驗證嘛 當然不是 你可以透過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即時運算視窗 即時運算視窗這個作用主要就是怎麼樣 你剛開始不知道這個怎麼用 你可以 假設你剛剛不是有配合一個F1 裡面的話 他有給你一些相關的範例參考 那你如果你要WALK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這樣 就是說比如說像這邊可以這樣 就是 比如說VBA店 isLambury 比如說這邊的話 當然好幾個啦 比如說這個 那我如果今天呢給他一個什麼呢 假如給他一個 Aaa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數字 那記得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問號這個問號意思就是說print出來的意思 print意思就是說幫我輸出看看 那我按enter直接在這邊按enter他告訴我 tree或false false false 這個程式裡面 ok 那另外 tree performs 那你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是tree 其實它哈哈哈很簡單 因為如果這個買b裡面放進去的東西 其實在Test裡面 它一定會有雙名號 因為它是一個tes 表示裡面是放文字 但是它會自己先幫你轉型 轉型之後再來判斷 所以這個有一些小訣竅 提供給各位參考 你可以用即時運算視窗 配合F1裡面有說明 如果你要練習 檢視裡面有個即時運算視窗 或者你可以記Ctrl G 這個還蠻常用 Ctrl G 可以測試一下 關掉 再來的話就是說 假如你將來寫了程式 你希望保護起來的話 按右鍵 我前幾天也有講過 按右鍵 VBA的Project屬性 這邊有個保護 你可以把它打勾輸入密碼 如果你做完這件事情 記得存這個好像沒用 主要還是什麼 按這個才對 外面的Excel 那如果說你把它關起來之後 儲存 你下一次把它打開來 你會發現 打開這個VBA的Project 它會強制要求 這個啟用一下 跳出來 開發人員裡面 如果你加了這個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底下的東西好像沒有出現 你必須按下加號 它會跳出密碼 如果你輸入錯誤的密碼的話 它會出現這樣 也就是說 將來當然你們將來也可能會寫滿多的東西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程式很容易被看到的話 記得就是寫完之後 把它加個密碼吧 這個也是你的智慧財產 那當然前提是你要記得這個密碼 你不要到說忘記了 因為忘記就很麻煩 因為如果你忘記了 你忘我也沒有用 因為它裡面是 128位元的加密方法 所以即便要把它破解 也非常的困難 其實之前 反而在2003以前的版本 它是32位元的那個保護 很容易 好像房間蠻多軟體 就是2003以前的版本 很快就破解了 但是2007以後的版本 那就非常難破解 之前我有試過 真的問題就比較大了 所以這邊的話 你記得要自己要知道那個密碼 這樣一樣可以打開來 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就講到有關 如何用密碼保護你的專案 再來我們就要講到有關那個SQL部分 那也就是說將來 如果你的資料放Excel 可是你有需求是嗎 也會需要用到資料庫 那什麼時候用到資料庫 大部分還是跟其他人共用的時候 大量 就是你不只是單機自己一個人 而是你會有可能 很多人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都是輸入資料 那如果大家一起輸入資料 那最後要匯整在一起 其實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那怎麼辦 這時候你可能就要想到 那不然就大家放在資料庫 好了 那可是你要怎麼樣把資料 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這個時候 你可能第一個 你需要建一個資料 資料庫 常用的也許SS 第二個 你需要熟悉什麼 熟悉叫SQL語法 這個叫SQL SQL 其實它的全稱叫什麼 Stratual Query Language 實際上就是一種 跟資料庫溝通的一種共通語言 也就是目前 只要是主流的資料庫 一定都有支援這種語言 那我們最常用的不外乎就是說 我怎麼跟你溝通 不外乎就是四個主要的語法 新增 把資料怎麼樣 寫過去 寫過去之後呢 我要把它查回來 就是什麼 查詢 那如果說有資料有錯誤 我可以修改 如果有資料那筆記錄我不要 那我可以刪除 其實大概齁 就是這四個 新增 查詢 修改 刪除 大概 其實齁 百分之大概90以上的 資料庫功能需求 這都很綽綽有餘了 因為程式寫來寫去 好像都寫這幾個就好像夠了耶 頂多就是多一個create table 就是幫你自動產生一個什麼 就是資料表 大概差不多了 而且這些 這些東西齁 那些東西齁 無論你是VBA也好 無論你是手機APP也好 無論你是網頁的web 其實都相通的 它只是 還是一樣啊 跟資料不溝通 溝通的方法 還是Sequel 那只是說呢 那個前面的interface不同而已啦 但是後面的東西都一樣 所以齁 有的時候我反而比較喜歡這樣 就是我只要會Sequel語法 再來 可能你要往前推 那我要怎麼跟資料庫連結 所以特別注意喔 VBA齁 可能你需要學的 第一個Sequel語法 如何告訴資料庫你要做什麼 第二個 那你要怎麼VBA齁 如何跟這個什麼Sequel這些溝通 其實你沒辦法跟資料庫溝通喔 因為Excel本身它本來是沒有 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呢 VBA它提供一個功能啦 就是叫所謂的外掛 那外掛應該沒有問題 主要是怎麼樣 你可以外部呼叫一個 本來不存在的功能 你把它引用進來 那我們可以引用一個外掛 名稱叫ADO 這個ADO其實也非常的夯 反正在微軟 只要微軟相關的產品 它要跟資料庫溝通 要傳遞Sequel語法跟資料庫溝通的話 都會用什麼ADO 所以基本上我們等一下 先來看資料庫的Sequel語法 再來看ADO 在VBA裡面怎麼做 這樣我就可以透過ADO 傳遞Sequel語言給資料庫 比如說我要寫資料進去 那我要查資料一樣 透過ADO跟傳遞Sequel給資料庫 它就說你要查東西 好那我給你 那你接住的話 就把它寫到我們的Excel 不外物是這樣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去產生一個資料庫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請各位先練習 第一個 你乾脆先把那個資料 我們的那個問題01 這個檔案 我們先把它存在桌面上 也許先把它放桌 比較好找 第二個請各位建一個 SS的資料庫 這邊有個SS資料庫 那建SS資料庫 特別注意就是說 SS這個軟體它是先 什麼 先存檔再放資料 也就是你先建一個檔案 之後不用存檔 反正放進去就放進去了 跟Excel或Word不一樣 Word是你先開個檔案 但是最後還要存檔 但是SS不用存檔 那概念有點不太一樣 那首先的話 我們先產生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名稱呢 也許叫做問題1好了 我們放哪裡 放桌面上 跟Excel放一起 那怎麼做 第一個 在SS開啟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找到空白的資料庫 那名稱的話 請各位先瀏覽一下 放桌面上 或者放在哪裡 放在Excel旁邊就對了 因為我等一下程式比較好找 再來的話呢 把資料庫1 改成叫問題1 然後按一個確定 它會幫我放在桌面上 按個建立 特別說 這個它副檔名是ACCDB 問題1.ACCDB 按個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就會有個資料庫了 但是裡面沒有任何的資料表 那資料表我要怎麼建立比較快 其實有一個方法 叫外部資料 我們可以從Excel 乾脆把那個什麼 這邊有個匯入 乾脆把我桌面上面的那個Excel 我剛剛放桌面上的Excel 乾脆匯進來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對應 就是把工作表變成資料表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邊的話 第一列是不是欄名 那當然這地方 匯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有些東西不需要 但是我匯進來 可能會有點麻煩 大家先取消一下 乾脆我們先 先把剛剛的這個 Excel 先做一個動作 這些是我要變成這個資料 這個範圍 先建一個 乾脆把這個範圍先建一個資料表 也許叫 乾脆這個叫資料表 等一下匯入的時候比較好 因為你匯入 我把它貼到A1這個地方 因為它上面這一個列 第一列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點 你這樣存檔一下 OK 再到這邊匯入好了 這樣匯入 匯入的時候 一樣找剛剛桌面上的檔案 按確定 不過 這邊會多一個資料表 你會發現 這個它多一些 我們不需要的東西 有的沒對不對 那我們乾脆 比較 乾脆先幫它先做好 放在哪裡 放在另外的工作表 OK 然後下一步 第一列是不是欄名 是 OK 那好處是自動幫我們建 然後這邊的相關的欄位形態 我們用預設的好了 按下一步 那要不要組索引 先不要組索引好了 按個完成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資料表 就是剛剛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資料表 那這個資料表裡面呢 就會有我們需要的東西 那待會呢 我們建一個資料庫 裡面有個資料表 那再練習怎麼樣 從Excel裡面 假如說我今天 有填了一筆紀錄 我也希望這一筆紀錄呢 可能先也可以在 assets裡面看到 一筆啦 先從一筆 然後呢再來什麼 全部 可以把全部的資料 通通搬到資料庫 那搬到那邊之後 這邊可以清空了 那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的話 那大家不就通通把資料 集中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好了 請各位先試著 剛剛第一個就是有關那個 保護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資料庫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然後看 坐在那邊 之後 再看 坐在那裡 這邊